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想不到 臨老臨老早有人送戒指给我的 哪一只老虾眼蒙蒙的 还想偷你 杀你的王 我个老友送的 他嫁女 女婿给回不礼金给他 他就拿些欢喜钱出来 买些首饰仔送给我们死党 嫁女? 有情收回来的? 哎呀 正路啦 喂 你嫁女的时候 没拿到礼金的吗? 杀娇 你记得煮了那些饭菜 留给我 家 你的女婿 这么大声哼你女儿 她也不敢出声 端猜你也没拿到这批礼金 所以你女儿就不经贵 家下就被人呼呼喝 喂 喂 喂 我这汤可以了 跟我进厨房看看 可以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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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跟你说话 带着耳机在听歌 我刚才说话 你听不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 只要你忙 你就搞这些东西 可以了 家里的东西留给我 不要搞 你先拿这东西回去 咦 这么大了 怎么捉鸡来来看 客人不晚我帮忙买的 他买个无公仔 送给女儿子 哇 好可爱 喂 喂 我没得玩了 每个人都可以 你别弄烂 不要 拿好点 不要跌 好痛 拿好点 喂 喂 喂 看到没有 这么大袋 你个大脚女儿 那个女婿 两手拼拼 碰个矮子 她整个头的老婆来拿 喂 直接欺负你的女儿 欺负到出面了 多大都问她 追回这瓶礼金 然后买几大件 奔向家 和女儿撑起个小子 买几大件 他们两天结婚 装修的钱 都是我帮我测的 喂 出钱装修 对啊 哎呀 那就是贴钱嫁女儿 怪不得她家客这么过分 不过嫁女儿这个时候 旧坑答应过 会给钱 不过就说 有拖 没事 妈妈给 如果我现在推她 就好像没什么厚钱 你真是吃番薯大 番薯嬌真没叫错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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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元条链 千万别弄了 哎呀 送给老婆的生日礼物 好好看看才行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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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跟大姑去街市 就买了整排鸡蛋 哎呀 过几千年就是她生日了 我准备做些红鸡蛋 替她庆祝一下 是啊 哎呀 那你准备送些什么礼物 给老婆生日 哎呀 我 哎呀 那我准备的礼物 送给老婆的嘛 是 那当然要贵重那些红鸡蛋 所以呢 我就准备了 几十元一条链打算送给她 那条几十元的链? 哎呀 哎呀 那不就着地摊火 妈 我们两夫妻过日子的话 就 勿义情义重 就广心无无广金 嘛 贵好便宜好 这项就得了 嘿嘿 老婆说得对了 嘿嘿 啪啪啪了老公 放肆说你老公孤寒啊 啪啪了 啪啪了 又没咬人 真的? 是呀 夠膽死呀 都可以紫外面说 准备送一条鸡耳繩 给我大妹子做生日 什么什么 鸡耳繩啊 是呀 喂 几十元货仔 那倒是呀 那倒是呀 我丸玲啊 去上海寄一盒 法国朱古力给我 都不止这个价了 那就是说 我大妹连粒朱古力都不宜了 嘿 那倒是呀 喂 那你就将自己的女儿 塞了入赵坤的口里 渣都没得静 你怎么做人老母的 你啊 那如果按照我当时的 我大妹的行情价 我都要向她拿回 十万或者百万的礼金钱 对了 喂 若然你一时间 不好意思开口 向她拿这么多 那就先拿着利息 拿利息 怎么拿啊 最直接的就是 博物馆 妈妈 妈妈 真的呢 我们一齐出来吃一餐好的 完全没问题 只不过我想知道 今天有什么特殊 为什么一定要我请呢 今清过节 过节 过节 叉叉叉叉 咦 妈 过什么节 什么节都没有啊 今清是母亲节 他没有是呀 母亲节是五月份 五月份的哦 哦哦哦哦 是 五月份过了很久了 哦 那就不用了 今清是母母节 你怎么都应该是请吃饭的 喂 没有啊 当然没有啦 你妈妈为了我请她吃饭 现在连节假 又搞发明创造 喂 妈妈妈妈 这家店呢 比上次那家店一看 就知道她更大更豪华 显然收费是这么贵的 其实我是没有意见的 我只不过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啊 今天是你外府的纪念啊 没可能 我们上个星期才刚刚过完外府的纪念日 上个星期就是你外府的七生纪念啊 今天是你外府过生的纪念啊 我外府一个星期就跨了 那她是怎么来的 我初大的历史嘛 终得大了几十年嘛 你外府过生了这么多年了 那你一年趁一餐都很应该啊 是不是 走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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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都累了一下先 妈 你为什么每餐都要我 邀邀邀邀邀邀 你还想吃饭的了 你还要邀到整个桌子上 吃没得到啊 打包的东西 已经摁到冰箱 就像上山那么高了 阿光坤呢 这段时间没有接到大生意的 他没有发财的 没有发财 没有发财就没应该抢我 没有拿吃饭了嘛 阿嬌啊 你摆明来说啦 不要搞到女人一头没水 大嬌 我告诉你 是你妈妈替你不值 不是 他现在想呢 就问你的困困 拿回那匹礼金 喂 吃一餐饭而已 就先拿回那些利息 喂 喂 我已经嫁了很久了 现在才要求拿回那些礼金 你不说了 有人住了一家屋二十年 还在还房贷呢 哈哈 死女儿 我问你老公拿回那些礼金 是显得你矜贵嘛 死疼 哦 原来阿嬌想收礼金 都很合理啊 是啊 既然是我结婚前答应过的嘛 当时呢 没有能力 但是呢 等到我生意好一点了 我就应该照顾好些礼金 给她的 这个时候都差不多了 等了那么久了 她不耐烦都合理的 老公啊 你好有担当啊 应该 妈 我知道呢 你今天叫我过来 一定是想提一些要求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要求是 礼金的话 都是合理的 那你想要什么价码的 你就儘管说吧 最好呢就是 对老婆呢就是 一心一意 哦 是不是就是一万元的意思啊 十情十美 十万元 是百会挑一的 百万 是一个千彩难逢的机会 这个话题我接不下去 我先走 不是 我觉得我妈的意思 千 千对一千元 千彩难逢的一千元 光光好 是不是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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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知道我阿昆 光开来拜 都报值一千万 是不是 没什么时候说过 要一千万 我一开始就说 个人喜欢的就提提整整 十万元 十万是吗 可以 是呀 外母你早说嘛 可惹我 是 我计算了 把我们手头所有资金 夹夹一起 大概是八万多元 还差一桶 我带来的 这个盒子里面 有几粒不减的银子 本身是用来收图银的 原材拿去 好啊 但是这样一来 那就是八万五千元 其实我有个计划 是什么计划 如果我瘦了 我妈肯定会问我 妹妹 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就死亏死底 没有吃饭 为什么要死亏死底 那我要 我要把礼金钱 要存给她 就没有吃饭 她是不是很痛 是呀 真可憐 那礼金你卖了 卖了 卖了 你想想 我身上那几块肉 和那几千元 哪一只重要呢 我觉得这个计划 簡直是天衣无缝 是呀 拿来看看 不够了 继续吧 你快点… 我都很累了 我回家休息一下 大妹 把我煮过湯 煮到哨水桶里 整天都剩这么多 这东西真的浪费了 很香 剩这么多东西 吃得没浪费了 冷静又没有浪费 好吃 很棒 一百零五斤 你比上个月还重了五斤 为什么 我很饿 你记得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的计划是要让妈妈认为你收到一条柴 很可怜 你现在胖了 不像一条柴 像一片柴 怎么办 人家说 近山没有好 烧枉柴 近河没有好 融枉水 近前没有好 吃枉米 是不是 你这些什么乡下的古斯池 我听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餐厅的东西 没有浪费 没有浪费 我就吃了它 即是说这段时间 我们在家里又操练又折食 然后你回到餐厅 就把客人吃剩的 那些菜头菜味 全部掃掉 对不对 我… 你这样减肥不行 那你妈看到你 那些礼金她就不会放宽 不会放宽 到最后我们再花了几千元 坤坤 其实我妈不是那些探钱的人来 她是受到祝妻的拖擺 所以才问你拿些礼金 她的原意其实是想你为我有所付出 那我就显得经贵 老婆 虽然我是用你的钱来给礼金 然后又硬要你减肥 这样来额外母 但是其实你在我心中还是很矜贵的 你感觉到的吧 是呀 我有点感觉 感觉到的 不如这样 我问一下猫 可不可以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正 听你刚才这么说 就是 现在你们的手头就很紧张了 是呀 所以你妈的 礼金 可不可以 打五折 五折就五折了 现在你们这么紧张了 怎么可以说 没有打手心手背都是肉 五折 是呀 你说什么 是呀 当时我就登出了五折手指 我就打算L和妈给我们分五折 对 谁知道她误会了 以为叫我打五折 一下子就答应了 你说她多疼我们 所以现在 你没免费给十万 给五万元你今天可以了 喂 喂 李先生 阿嫂 这么人齊 这么巧 坐坐 好 喂 喂 你不考虑投资 入股我的咨询公司 如果你不玩 我就把你那份八万元的额度 给人家 什么八万元 就这样的 李先生 他打算在深圳 搞一个大型的分界咨询中心 如我一起玩 我只要投资八万元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钱都给妈妈做礼金 哪有钱投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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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广州 其实也有生意 是啊 大嫂 你真是不明白了 你有妥不知 深圳那些单身青年 哇 多到不得了 分界生意 红红火火 旺到傻了 真是 那些未婚男女的资源 多到 拿都拿不完 那 可不可以便宜点 我们投资五万元 好吗 五万元 五万元 你什么意思 刚刚母系打了五折给我们 那我们就有五万元弄了 阿嫂 我们五兄弟 讲过将农好 赚的时候 就平分 投资的时候 亦都是平分的 那我们五兄弟 每个人百万元 每个都不能仇 如果赵昆 他不玩的 没算 我们四个人 每人十倍 嗯 是 不是 既然深圳的生意 这么好做 不如 八万就八万元吧 八什么万 都给了礼金 没钱 同时我和妈妈说就可以了 你们两个 只剩一万五千元的 哎呀 你们那些年轻 怎样做的 长辈都已经一样再样了 赵昆 现在你要省了五万元的 你还要拿什么 要拿钱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来赖外母的嫂子 喂 你这个女婿真不孝顺 唉 我可以解释 但是解释之前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棍姐你每次都在 什么棍姐 还在拍台拍灯 演话剧 妈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的要求非常合理 这个钱我也应该给 但是 嗯 就是我 我打算现在给一万五千元 迟你三万五千元 我慢慢再给你 因为现在生意难做 我以后赚到钱 我自然会给你的 是吗 是啊 妈 你什么都帮着老公 你 你 哎呀 学一下我们远龄 是吧 当初我赚给怀息的时候 一定要怀息 你就给足礼金 做足礼数才肯嫁 那这个才叫做 爱妈的女儿 我就要做爱妈的妈 你说错了 反过来 爱妈的女儿 我没有说错 我一定要做事 女儿的妈 现在我的女婿 她有生意 又发展 我当然要支持她 让她博 她博 博得又贴 那我女儿的日子 就好过了 哎 舅空 哎 你不用怕 你得剩一万五千元 你就给一千万五千元 好 多谢妈 这万五千元 我已经提前放入红纸了 现在请你收拾她 来 喂 喂 真是 你拿了家里米光底 才得一万五元剩下 是啊 哎呀 那我就不会吃什么 那你们没饭吃的 没得 我 给你五千元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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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什么时候有钱才慢慢给 多谢妈 这个时候我 我需要一个红色座帖 哎 郡姐 借你用客 我坐在那干什么给你 我不需要 郡姐 你跟着 不要紧 其实我是想跪下 向妈妈扣个头 多谢妈妈的 哎呀 没花贵仔 千万不要跪 哦 那些钱呢 不是我不用给 剩下的钱呢 你慢慢给 有多少就给多少 对的 对的 既然是戒 那我打算 接着下来 我分期付款给妈妈 一千 给多少钱呢 这样 我们餐厅最便宜的 油煎肉的套 就是二十六元一碟 那你每天就给二十六元 好 没问题 每天还二十六元 妈 你真的对我们很好 多谢妈妈 小伯娘 有饭卖没有 哦 没有 你们迟下来 那我们现在咯 走 走 小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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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有 人财人哥 你居然有钱都不赚啊 哎呀 我没有是没有赚 那些饭还没烤得透 要烤得透 慢慢才给人家吃 对 再说 现在我的店铺 我没有跟铁蜊 我天天都有钱 你这话是啥意思 到底是啥意思 你快给人说说 就是嫁女儿 嫁女儿 嫁女儿? 你享受他们对你的孝神 那 阿舅坤 她又补回嫁女儿的礼金给我 哎呀 一下就给了一万元 剩下那四万元 她每天就给26元 每天给26元 每天给26元 我天天都有收入 我定个陀佑 嘿嘿 小姐 你说这半天 就是管女儿需要钱啊 是啊 哎呀 我就经历以后 有得泡就没得饭啊 喂 什么啊 哎呀 你自己慢慢想想 老爸 可不可以给我拔鸡呀 收拾了 一天到下 会问我拿钱 你还懂什么啊 哎 嬌姐 来啊 来啊 你看看 那每天都要给了 哎 真是惊死 儿子管爹要钱啊 这要得多了 爹都不开心啊 我问的旧框 就是拿26元啊 是不是死伯伯 问的老爸 拿得多一点呢 你看 你看 你说啊 一天问我拿钱 究竟 你是来读书 还是你问我拿钱啊 还是拿债的 你说你 哎 哎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回家做好货 哎呀 死没死啊 问着老爸拿 不扔鸡的嘛 那只做老爸的 这么厉害啊 而且总是参生仔啊 你想想你跟赵坤之间 你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就这么天天找他拿钱 他不漏就假了 不是啊 他说我这人好 所以他给钱 我给得很高兴的 他还想拿个电影 好贵啊 是多谢我 真是假 从贵 哎呀 都吃鸡都看到了 当众啊 哎呀 哦 那就难怪了 有歪人在场嘛 那他肯定要表现出来一种 孝顺女婿的样子啦 懒人嘛 有名的 哎呀 没有有事的 平时他每天给26元给我 哦 那又没人转到他给的 那他照样比得这么高兴的 那就更完蛋 你想想 他心里憋着一股气呢 又不能冲你仨 那冲谁杀呀 你们家大娇啊 你冷一下啊 啊 啊 好 好